对很多人来说,每当提到巴生这个地方,就会联想到美食天堂,像是大马极具代表性的华人美食肉骨茶,便是发源自巴生。 当然除了美食之外,巴生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镇,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,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探索。 海欧连锁店副总经理兼中医师陈璐贵,自六岁起便在巴生生活,经历过巴生从70年代到现今的变化,到底他眼中的巴生是如何的呢? 我从小六岁就在巴生生活跟长大了,所以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一个历史经验在巴生。 所以我觉得巴生最让人难忘的,就是说这一边的这个领事文化、建筑特色跟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。 巴生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,就是在于教育一方面。 其实巴生有四个度中,就是巴生新华、巴生中华、巴生兵华跟巴生光华。 经过这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,不同阶段的发展,就是华社出钱出力,巴生人扮华教的精神。 大家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这个巴生。 我小时候也来过巴生海沃这个地区,当时只有一家店,比较早期来说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店。 然后一些摆设的就是按照当时所谓的杂货店式的经营吧,或者一个初期的药店的一个经营。 当然随着海沃连锁店的这个发展,它就是这个是属于第一家的海沃连锁店。 然后我们过后就扩张到这个吉隆坡太阳大厦、苏丹街。 从这三家作为一个基础,在分阶段扩散到目前的五十多家。 当然这个店也从一个店的规模变成两个店,到现在的三个店的规模,加上这边有一个中医的注诊。 所以变成就是说能够更好的服务巴塑区的这个人命。 随着时间的进步,巴生不断的蓬勃发展,而源自巴生的海欧集团也历经时间催念及市场考验逐渐壮大。 自1975年创立至今,已经走过了47个年头,现如今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。 我们的创办人陈凯西先生呢,他的一个宗旨,那就是取之社会、用之社会。 还有一些就是终身学习。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,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海欧,也移植这个精神去延续下去。 过去我们都卖杂货为主嘛,那后期呢,我们除了油料,也同时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己一系列的一些定牌产品。 比方说,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,康宝系列啊,Prabi啊,Gen啊,这些都是比较能够让年轻人接受的一些产品。 过去可能我们都是以中酒起家嘛,零支酒。 那尤其是现在的人可能不喝这种保健药酒。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产品呢,转变,可能比较方便的一个口服液,那又或者是一个胶囊。 因为现在的人都寻求着快速,要快的见效。 当然我们也还是一样的把品质做到最好,同时又可以让年轻人接受。 比方说我们的冬虫夏草丸,它是最好的一个增强体质的,OK,免疫系统。 另外一个呢,就是我们最近比较火红的巴西利沙风胶。 那尤其是在喉咙不舒服的时候,它是可以去消除大眼。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,我们也加强了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电子商务这一块。 那在电子商务的话呢,我们除了在大家都所熟悉的Lazada Shopee, 那也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平台,全新的一个方星。 那这两三年呢,我们积极推广,得到一个很好的效应,尤其是在年轻人市场。 海鸥集团在产品研发及服务上不断精益求精,同时也积极推动教育,关心社会时事。 这一次巴生温度小程短视频比赛,也获得海鸥集团的鼎力支持。 希望能发掘更多有温度的巴生故事,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巴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